两名队员分工合作 抢救患者急救工作分秒必争 上个月29日 基隆市一名公车司机 开车途中身体不适 却还是撑到将车子停在路边 司机送医后一度命危 插上叶克膜昏迷10天 近日传出司机苏醒康复出院的好消息 我觉得有一种就是成就感 就是能把一个人从鬼门关救回来 是一种就是很感动的事情 公车司机康复出院 从鬼门关将他救回的队员罗竹军 听到消息也相当开心 其实就在同一天 基隆发生了派出所遭货车冲撞的事件 罗竹军也负责当晚的救援勤务 是他协助受伤女警送医 去到现场我只是想说 赶快看有没有受伤的人 就是受伤的人在哪里 我只想说他有没有受伤 然后需要什么样的帮忙 对没有任何的就是害怕 或是任何的悬念 年资十年的他拥有多项救护执照 平时热爱运动健身 对他而言成为消防队员 除了是工作也是神圣的使命 能从死神手上救回每一条宝贵生命 是他最大的成就 民事新闻陈崇瀚 基隆报的 竹北有一家连锁火锅分店遭前员工爆料 砧板发霉照样拿来切食材 冷冻库里的肉都冰到结霜了 虽然店家喊冤强调不是事实 但是卫生局到现场去击查之后发现 卫生环境确实不佳 要求限期改善 否则将会依照食安法开罚 男员工拿出一块砧板 翻来翻去的看似乎觉得不好用 又再拿了一块但上面已经有大片白色的发霉痕迹